大家好,我是尤美 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画面里正在洗碗的这位 他是谁呢? 是我们家的大白哥 我叫他哥哥 哥哥比我老公只大一岁 很多人说他们哥俩看起来就像双胞胎一样 但是大家知道吗? 他们哥俩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大白哥身上的故事 大家就明白他的性格了 从我们小的时候开始 就不断地有老师、同学、朋友或者是家人 在我们的耳边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吗? 听我婆婆说 大白哥小的时候梦想是做一名歌手 他非常喜欢音乐 特别是HIPHOP这种嘻哈音乐 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嘻哈歌手 大白哥小的时候鼻梁高高的 皮肤白白的 走在路上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混血儿 他跟我老公小的时候 被公公婆婆送到了菲律宾 送到了美国 学习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 他接触了很多国外的文化的熏陶 慢慢的他的思想比较先进 比较西化 接触了大量的西方音乐文化之后 他就迷上了嘻哈音乐 想做一名嘻哈歌手 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是支持自己的儿子吗? 说实话 我的公公婆婆非常反对他 做嘻哈方面的音乐 但是他们没有直接反对 而是鼓励他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婆婆说 他根本就不是做嘻哈音乐的料 但是呢让他去尝试 失败了之后他就会回头了 大白哥小的时候专攻小提琴 我老公小的时候专攻大提琴 所以这两个兄弟呢 从小到大一直是跟音乐分不开的 大白哥放弃了小提琴 转向了嘻哈音乐 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 周围的同学的嘲笑 最后到了中学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放弃了自己的歌手的梦想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回归到现实生活里 做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他考大学的事情 也就是咱们说的高考 大白哥高考结束之后 被当地的卫山大学录取了 他到了卫山大学应该读的是建筑设计系 从卫山大学开车到我公公婆婆的家里 大概只需要35分钟 距离呢非常的近 所以那段时间 大白哥的生活 说方便也很方便 说不方便也不方便 虽然学校的距离离家很近 但是他没有跟爸爸妈妈继续地住在一起 他在学校的周围租了一个单间 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生活 但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 父母就跟你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开车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见面 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公公婆婆还是想各种方法 去看大儿子 去跟他沟通交流 大伯哥觉得这是一种束缚 这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 在学习方面呢 一开始他选择的是建筑设计的专业 等到了大学之后 他发现这个专业跟自己心里所想象的不一样 非常的难 他觉得自己的性格 不太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对这个专业就越来越不上心 最后他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退学 我不念书了 我要重新回去准备高考 我要复读再去重新高考 儿子在家门口的大学读书 读了半年 好好的为什么要退学呢 当时我的公公婆婆非常的不理解 但是他们知道大儿子的性格 一旦做出什么决定 就肯定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他们也就同意了 默认了他的决定 大白哥从大学退学之后 去参加了高考的复读班 就是高考的补习班 在那边呢 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的方向 重新呢拿起了画笔 攻读艺术类的专业 当时家里所有的亲戚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觉得他这第二次高考 能考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了六个多月的紧张的准备 大白哥第二次高考 考的成绩非常不错 被首尔的红义大学录取了 红义大学大家听说过吗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红义大学的艺术教育类 在韩国是数一数二的地位 很多年轻人到首尔去玩的时候 他们常常去红义大入口站 就是红义大学的入口 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集结起来 相当于韩国的潮流集结地 大白哥破釜沉舟第二次高考 考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可把我公公婆婆乐坏了 逢人就夸他们的大儿子 真厉害 在红义大学里 他不仅学到了自己喜欢的艺术设计 而且遇到了跟自己有相同的 兴趣爱好的女朋友 现在他们谈恋爱已经谈了四五年了 感情非常好 我觉得他这步骑走对了 大白哥在大三的时候 跟其他几个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计划 就是去欧洲旅游 女朋友的生日也快到了 他想给女朋友准备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买一台比较好的电脑送给女朋友 所以他需要很多钱 他没有开口跟我公公婆婆要 而是自己到学校外面的一家餐馆里打工 打了半年的工 赚了一大笔钱 在餐厅里打工 有的时候遇到奇葩的客人给他差评 他心里非常委屈 有的时候学习特别忙 还要去餐厅的后厨去打扫卫生 或者是切菜准备材料呢 他真的是非常累 但是一想到要去欧洲旅游 还要给女朋友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他的心里就是说要坚持下去 挣这一笔钱 大学毕业以后 大白哥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申请了澳洲的打工签证 大家听说过澳大利亚打工签证吗 给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年的工作签证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你可以去澳大利亚一边打工 一边学习英语 一边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只有一年的时间 当时很多韩国的年轻人都要申请这个签证 成功的话就可以去澳大利亚 一边赚钱 一边打工 开拓自己的眼界 大白哥呢也申请了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跟他一起申请的朋友都获得了这个签证 但是他自己呢没有获得这个签证 也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所以他就留在了国内回到了卫山这边 同时他的女朋友本来大学毕业以后 申请法国巴黎的一家艺术院校 想去法国读研究生 但是呢最后也没有申请成功 所以呢女朋友也留在了韩国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缘分吧 想都去国外发展 最后呢都留在了韩国国内 哥哥回到卫山之后 开始在卫山找工作 因为他大学本科学习的是艺术设计 所以呢他比较倾向于广告公司 艺术设计这样一方面的工作 找工作找了一两个月左右 终于在卫山的一家连锁商场里 他找到了广告部这样一个部门 在这边呢他平时主要利用这个photoshop 利用这些软件给公司做一些海报设计 他的工作时间非常的轻松 从中午12点工作到下午6点 只工作6个小时 周六周天都是双休 然后一个月的工资 人民币大概1万块钱 这只是初期的实习工资 试用期是3个月 3个月之后就可以转正 转正以后的工资是翻倍的 时间呢你的工作通勤时间当然也是要翻倍的 所以呢大白哥就考虑了很久说 我先以实习生的身份在这边工作吧 他们就欠了实习合同 后来工作了大概6个月左右 那他的上司对他非常满意 就说要给你转正你的工资呢会加倍 当然呢你也要按照我们朝九晚六这样一个通勤时间来公司工作 大白哥考虑了很久 最后呢对他的上司说 对不起我要辞职 这是他做出的第二个 我们当时呢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决定 他辞职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当时呢我老公知道 我婆婆知道 我呢尤美呢是最后的知道 我也加入了这个保密的小组 我们这几个人就一直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我的公公一直是蒙在鼓里不知道 因为呢他知道我公公的脾气 这么好的工作 如果说辞职就辞职了 我公公肯定会生气会发脾气的 所以呢大白哥就恳请我们 说一定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至少保守两三个月吧 所以在这两三个月里呢 他就正常的上班下班 其实呢他是到外面去考察别的市场 因为他想创业 所以呢我公公就一直蒙在鼓里 不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这样 做一个善意的谎言 后来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呢 大白哥就主动的跟我公公说 爸我辞职了 我想创业 我想有一些其他的好的主意 我公公那时候也就说 好的我理解你 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 三十而立了 你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应该有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个计划和打算 所以呢我公公就说 没问题 我支持你 现在呢大白哥又回归了大学校园 重新再读研究生 为什么又读研究生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后呢尤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好的今天的视频 大家觉得有意思吗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